与王妃合影需要三十元 这是王妃的经济来源之一 如今的王妃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但坐在她身边 依然使我们感受到 她所散发出来的那份独特气质 维吾尔师茂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在我们的中国 现在还有健在的王妃 我们是刚刚逛完库车大寺 在这个旁边 大概一公里左右的地方呢 还有一个库车王府 说到王府 大家可能觉得 不应该在北京吗 其实在库车这边呢 也是有一座王府的 这座王府呢 是从清朝就开始有了 它也是经历了 十二代库车王到现在 最后一任库车王呢 也就是第十二代库车王 他在2014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 不过库车王的王妃依然在世 因为他是比库车王是小四十岁的 他是六六年生人 库车王府位于新疆库车市城区 是1759年 清朝乾隆皇帝 为表彰当地维吾尔族首领鄂队 协助平定大小合作叛乱的功绩 二十世纪初 原库车王府仅存部分房屋和城墙 如今的库车王府 是根据末代库车王 达吴提满和苏提的回忆 在原址上重建的 这座占地四万平方米的建筑 融合了中原和伊斯兰风格的宫殿 向我们展示了十二代世袭库车王 一百九十多年的历史生活 王妃在他三十岁时 嫁给了七十岁的末代库车王 在二零一四年 末代库车王离世 这位王妃就需要自力更生 王府里的官邸 他依然可以居住 但是日常生活费用 就需要他自己赚取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王妃的住所 这边呢 其实在库车王过世之前 是在这边居住的 这有个凉亭 就在这里边了 你好 你好 能和您合张影吗 好好好 那微信或者 可以 也可以啊 与王妃合影需要三十元 这是王妃的经济来源之一 如今的王妃 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但坐在她身边 依然使我们感受到 她所散发出来的那份 独特气质 维吾尔师茂 好了 站起来 好的 好谢谢 谢谢谢谢 那我们呢 已经从王妃的寝居室里面出来 可以看到王妃 她门口的这个院子 大小也是和我们普通家庭 是差不太多的 但是我觉得 她的寝居室里面 真的是富丽堂皇 她的装修啊 各方面 还是有一点皇室的色彩感 刚才我去和她拍照的时候 我感觉她可温柔了 没有想象中的压力那么大 她不仅仅是库车的末代王妃 她也是我们整个全中国的末代王妃 也就是现在仅剩她一位 还健在 工作室人家是个人铁柳的 只是顶化 她是上海的 他的手子 有时候 还会有衣装